第一個範例 文字與資料函數 那如何把這些東西串在一起 規則在上面 應該可以懂這個意思 中間要加一個 這個 一般叫dash 是叫minus 減的符號 中間用串接符號 而且硬性規定要用 rept加l1n 方法很多 你也可以想想 如果這做完你覺得這不ok 你也可以想想有沒有更快 更簡單的方法 最好的方法是 旁邊有個按鈕按下去 自動全部完成 那就更好 如果你每天都在做這件事情 是不是說可以在旁邊產生一個按鈕 按下去 這件事情就完成了 這感覺應該是比較有成就感的 或者是說 有沒有一個函數 當你按下插入函數的時候 會有一個函數出現 然後那個函數可以怎麼樣 可以一個蘿蔔一個坑 也許他問你三個問題 最後回來的結果 就是你要的答案 那這樣好像也會更好 可是那個函數不存在 你要怎麼樣 自己把它產生出來 這也是我們要學會的 所以也就是說如果你今天 自己產生那個函數的話 那工作當然會流暢許多 不然的話想說哪一個函數 你可以自己定一個函數 那了解這些之前的話 前面有一些簡單的函數練習 REPD 什麼叫REPD 如果你沒用過的話你可以自己練習一下 所以REPD很簡單 repeat repeat幾次 所以這邊的話 一百筆會一顆心 那你可以這邊有提示 運用REPD加INT 插入函數 那其實很簡單 在文字它應該是repeat 應該是文字類的 往下找到那個REPD在這裡 那一般使用函數的時候 不外乎就是類別 不外乎在哪裡 再來關鍵就是下面這個 其實有的時候 即便我完全沒使用過 我第一個會先看 這個函數後面需要幾個參數 比如說第一個 TESTER 這個TESTER指的是你要重複的東西 也許我要重複的是這顆心 那我就指這顆心給它就好了 豆點第二個參數 LUMBER TIMES 一樣 重複幾次的一次 也就是說你這顆心要幾次 顧名思義按確定 我們可以看一下第一個TESTER就給它 C1 第二個的話LUMBER TIMES 就是這個除以多少呢 除以100 這個時候的話呢 各位可以看到 後面會有1.58 那當然的話你如果 它還是會只給一顆心 這個RETURN 就是回傳回來給你的結果 還是一顆心 當然如果說你要比較標準的做法 應該是把1.58的58捨去掉 那一般的話 如果你要無條件捨去小數點的話 應該用什麼 INT包起來 外面 你會發現 INT函數主要的用意就是說 如果你要把一個 有小數點的一個數值 變成沒有小數點的話 很簡單 下一個INT就可以 INT其實就是整數的意思 就是留下整數部分 把小數點的部分給去掉 OK 就完成了 所以這樣做完之後呢 記得因為等一下要向下填滿 所以向下填滿的話 那特別注意 裂號會增加 裂號 因為你如果向下填滿 它本來1會變2 會變3 會變4 所以比較標準的做法 其實你只要把1給鎖起來就可以了 那一般 當然你兩個都鎖 可不可以 那也可以啦 不過 比較標準的做法 應該是鎖1就可以了 為什麼 因為你又沒有向右填 向右的話呢 那個C才會變成D 然後才會增加 所以比較標準應該是這樣做 OK按確定 好 那把它自動一下 把它放中間 然後向下填滿 其他的等級應該就自動出現 這應該沒問題 這應該 這比較簡單的應用 只是觀念上面釐清 有沒有 怎麼去用IPT 那如果你完全沒用過的話 你可以去看一下 它需要哪些參數 一個蘿蔔一個坑 給它 它就會給你正確的結果 第一個 那我們等一下要用到什麼了 LEN LEN的話呢 是算它的那個什麼 它的字串的總長度 當然這個地方呢 你一般還會配合像什麼 配合像MID的函數 比如說像這邊MID的函數 我如果要取什麼 性別 性別的話 一般是會取 第二個字 那可是第二個字過來的話呢 它會是 一個數值 那可是要怎麼樣變成性別 那可是要怎麼樣變成性別 所以一般的話 插入一個函數 這個函數的話呢 當然 你如果用 用Write 用Labs 都不行 一定要這個MID的函數 那按確定之後的話 你給它三個參數 第一個參數 是 這個字串 第二個參數是 START 從哪一個字開始 從第二個字開始 第三個問題是 你需要 從第二個字抓幾個字 抓一個字 所以給它一個字 那這個時候呢 它就會幫你把什麼呢 幫你把 這個東西 顯示出來 不過呢 特別注意喔 Return回來的結果 請注意看 它這個前後有沒有 有這個東西 表示說 這個1喔 它是什麼 文字的1喔 不是 數字的1 你會發現跟上面長得不一樣 有沒有 上面是一個數字的1 為什麼是一個字 跟下面是不同的 你將來1 跟這個不相等喔 特別注意喔 這個觀念很 因為這個東西不相等 很多時候喔 你以為它是一樣的 結果 做出來就會不一樣喔 所以這邊的話呢 第一個 我們按確定 那1就出來了 當然 可是問題喔 這個不是我們最後要的結果 那我們要的結果是怎麼樣 如果它是1 就是男 反之 就是女 那怎麼辦 一般喔 其實如果公式比較冗長的話 都會比較建議怎麼樣 做兩階段 先做一次 再怎麼樣 剪下來 剪的時候不要剪到 那個那個等號 那你就是再插入一次 用邏輯啦 好 所以第二次的話 你可以邏輯一符 一符什麼呢 把剛剛的東西貼上 一符這個東西 等於什麼 等於1 特別注意喔 很多同學就很習慣 很自然的 輸入1 做出來 怎麼奇怪 全部都變成女生了 好為什麼 因為我剛剛講的喔 這個一定要改這樣子 才會是match的喔 好OK 那 當然有一些考試啦 我發現有一些證照考試喔 他就故意考你 請你這樣做 但是請你改前面 不要改後面 欸 有沒有一個 函數 他可以幫你把文字 轉換成 數字的 欸 有沒有 文字轉數字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用過類似的 比如剛好 你的剛好 你的問題就是 你不能去動後面 你只能動前面 那這個時候喔 有什麼方法 因為你本來是 他本來應該回來的 這個東西回來的結果 應該是 這樣子 可是你要把它先做一個前置處理啊 變成這樣子 他才能跟後面match啊 所以怎麼辦喔 如果你要把這個東西 變成這個的話 需要有一個函數 這個函數就是 文字轉數字 有沒有同學知道 上一期好像有同學 馬上可以答出來 這一期好像沒有同學 OK好 其實 等一下你們可以找找看 我先不告訴你們答案 很簡單 那個 另外還有那隻相反的 你可以轉過去 也可以轉過來 反正這兩者之間怎麼轉換 這個我覺得也是 可能你工作上也會特別遇到 那如果你等於1的話 當然我們先用這個方法 用這個 那這個結果的話 當然就是男 反之就是女 所以你把那個 那個性別的部分 輸入上去 那得到的結果就會是我們要的 那輸入一個字串 它會自己幫你加那個雙引號 所以偷懶一下 它就會自己幫我打一個男女 然後按確定 這個地方就會自動幫我產生 我要的這個性別 上面有一個長度 這個長度的話就是用LEN 你們也可以練習一下 在那個文字裡面 有一個LEN 這個 LEN 怎麼有LEN LEN 兩個結果會不會一樣 其實你們也可以試試看 這個東西的話 如果你是中文的話 它會算兩個字 LEN B 那我們這個地方 當然你可以算它的長度 十個字 當然如果你的身分子 有錯誤的話 這個地方你可以顯示 正確跟錯誤 這個我想各位可以先試試看 我這邊的話會有難的 頂多就是你可以想想看 如果要把文字轉數字 有沒有什麼樣的函數 這裡我想各位先試試看 那這個做完之後 其他有空的話可以練習看看 並且想一下 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快速的幫我利用 REPT加LEN 可以把這個東西串出來 變類似像這樣的格式 可以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綜合練習那一題 主要的關鍵就是說 如果你是三個字 就不需要補0 也就是說你要重複幾個0 在那個的前面 比如說它一個字就補兩個0 那兩個字就補一個0 三個字就不補0 那如果完全空的 那就補三個0 就是這樣子 那只 你剛剛那邊講那個 4.1 dollar side 1 那個地方 聽不太 就是 為什麼 C前面的那個 dollar side 跟E前面的那個 dollar side 那個差別在哪 那個 dollar side 意思就是把它固定下來 為什麼要把C那個拿掉 因為我們一般向下填滿的時候 向下填滿的時候 向下填滿 它的 ESALE裡面的規則就是說 它會幫你自動加 裂號 向下是增加裂號 1就變2 2就變3 有沒有 但是如果你加一個 dollar side的話 它就會固定了 1 永遠是1 這個應該OK 那如果 為什麼要把C拿掉 因為我們沒有向右填滿 向右填滿 它才會燃耗增加 也就是說 你現在根本沒有向右填滿 那你就不用去 特別針對C去做鎖定動作 當然你鎖也沒有問題 鎖也不會錯 可是如果比較 應該說 觀念上面比較正確 應該是不要去動C 前面的那個 dollar side 所以我刻意就會 先跟你們釐清 為什麼 因為將來也有可能 你會向下 向右 一次就填滿 那如果你 把不該鎖的鎖起來的話 你最後做出來結果 就不會正確 所以是有 dollar side還是鎖 對 就固定了 那如果你沒有加 就沒有鎖